海峽兩岸台越交流協會大門深鎖 一旁還停著警察戒備 氣氛異常詭異 因為協會理事長林國信 涉嫌招攬民眾 接受中國招待旅遊遭到約談 而他的女兒就是代表統促黨 參選台南第一選區立委的林方竹 在林方竹旁邊的 就是綽號白狼的張安樂 林國信同為統促黨中央委員 大力支持女兒參選 不過檢方發現競選資金來源 似乎有問題 檢方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發現 林國信疑似接受中國統戰部指示 招攬十八位民眾 在今年十一月二十號到二十五號 飛往廣東省參訪 每位成員時速交通費全部免費 除此之外 整趟旅程中還不斷宣傳兩岸一家親 宣導投票給反對台獨的候選人 兩岸才能共存共榮 企圖影響選民投票傾向 檢方二十七號傳喚林國信在內十七人 並且同時搜索台越交流協會 任靈性被告涉犯反滲透法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等罪嫌預支交保十萬元 其餘被告訊後請回 檢方將會持續追查相關涉案人士 積極展開爭辦就是怕會影響大選 靜新聞公平讓黃衣宣 網友白新聞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